民眾搭高鐵南下戶北上 中秋連假即將來到 因應大量旅客高鐵可視全力備戰 中秋結束運從9月底開始 直到10月5號總計6天 除了平日的869班車次 將加開196班次 總計1065班 另外國慶連假 從10月8號到12號 5天加開108班 總共831班 至於人力也得增加起碼三成 那這次的輸運 大概增加2到3成的人力 來全力投入輸運的工作 那加班的部分會是勤務的需求 如果有一些加開的車子 我們也會用加班的方式 請同仁來配合 中秋連假車票 從9月3號開賣 到29號上午11點 有55萬人完成訂票 但緊接著還有國慶日假期 為此高鐵首次開放自由座 員工面對連假 加班免不了 高鐵台中站 擴建休息空間 在連假前收工 派上用場 獨立空間平躺伸展全身 能休息或安靜片刻 還有專人叫你起床 台面起床啊 肚子餓餓 有員工用餐區 下午差一周七天 供應不同餐點 休息室也附有按摩椅 另外員工背勤室 提供單人床和墨浴間 廉價期間 高鐵加開班次備站 員工適度充電休息 維持最佳狀態 記者綜合報導